6月10日周三将会有纽纭交易者们关注的新闻发布 所以让我们通过经济日历来了解一下吧 我是杰西卡沃克 首先在早晨8点30分将要发布的是4月英国工业生产 3月份工业产值超过预期 在2月份0.1%的涨幅后 5月英国NIESR国内生产总值估值将在下午2点钟发布 上一次发布包括4月份之前的三个月的数据 可以看到第一季度期间涨幅为0.3% 5月美国联邦预算收支将在晚间6点钟发布 4月份该指数意外上涨 在税收收入增长的推动下 在晚间9点钟 新西兰储备银行将发布备受纽纭交易者们关注的最新货币政策声明 到目前为止 在全球央行普遍降息的大军中该行是个例外 虽然市场预计他们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削减利率 5月英国REX房价收支将在晚间11点01分发布 4月份该指数强于预期水平 在伦敦房价飙升的推动下 日本第二季度BSI大型制造业指数将在晚间11点50分发布 第一月份该指数令人失望下跌5.7个点 6月澳大利亚消费者通胀预期将在凌晨1点钟发布 预计年通胀5月上涨0.2个百分点 最后在凌晨1点30分将要发布的是5月澳洲劳工报告 4月失业率小幅上升 这符合预期 这就是周三的经济日历 明天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关于周四的精彩内容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